想要讓空間有不同的感覺 試著換窗簾來變換空間吧 不過窗簾的搭配有什麼樣的秘訣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室內窗簾的選搭方式 那我們先從客廳講起 我們在客廳的窗簾選搭呢 如果說你喜歡空間上 比較單純乾淨的時候 我們在窗簾可以選搭 比較重一點的顏色 就是窗紗的選擇上 我們可以選用其實是白紗的方式 你可以搭一些寶藍色 比如說我身後的這樣的空間 然後比如說你是一大片窗 你可以抓成次數 讓空間的感覺更有層次 另外你也可以選用 帳紅色的窗簾來增加空間的質感 另外呢在臥室的窗簾選搭方面 有時候呢如果說 你跟隔戶的距離是比較近的時候 但是你又不希望說 把窗紗打開通風 又想要有隱蔽性的話呢 我們可以建議用 木百葉的窗簾 那因為它木百葉的窗簾 如果你在光線很好的時候 它透過光線是非常有線條的 那我們另外在外面再加一層 就是遮光的窗簾布 這樣關上的時候 其實它就完全有遮光的效果 那我們拉開的時候 我們只要在窗簾稍微整理一下 其實看起來就非常有層次感喔 那我們在窗簾這些款式跟型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活潑的搭法 如果呢你想要呈現浪漫古典的感覺 我們可以把窗簾抓成很浪漫的波浪簾 你可以用白紗來做波浪的感覺 或一些比較華麗的布來做波浪的感覺 那你只要襯一個比較乾淨的基底 比如說白紗加花的布 或者純粹白紗然後再加樹布 其實層次的感覺是有 但是它不會太過複雜喔 那還有另外一種窗簾的呈現方式呢 我們可以用白色的木柏葉 來做空間的呈現 那白色木柏葉的話 在白天的時候 光線透進來的時候 它非常有線條 會很漂亮的感覺 那因為你怕說不能夠遮光呢 我們在外面可以加一層樹布 然後來呈現那種 把旁邊抓成有皺褶感的造型 然後用比較漂亮的那些飾品 然後來掛上 讓窗簾感覺會更漂亮 另外呢白葉外面 我們還可以呈現一種 比較浪漫的布曼 直接用抓的方式 讓它直接趴在地上的感覺 也很棒喔